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将会在台中西屯的工厂专攻工具机的伸缩护罩产量全球第一 所谓伸缩护罩是装在工具机上用来收集铁械防止飞溅 少了这个护罩就怕铁械喷飞影响工具机作业 小小零件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丝 交期最短的 也就是说当别人交货期可能还要算几星期的 我们也是已经是算天甚至算小时的 不仅是占绿之怪 他们更以精实生产文明 花了十多年时间让产线缩短八成 从头料到成品最快三十分钟就能搞定 这个顺序不是随便排的 由上而下由左而右 它是不需要去思考的 精实生产从小细节就能探出端倪 每个步骤都必须按表操刻 因为每个小时是一个节拍 那每一个小时的颜色不一样 早上八点到九点应该是红色的 如果出现不是红色的只是看板 那就代表它有问题了 工厂里随处可见这种红橙黄绿蓝电子 不同色彩的板子 这是所谓的生产指示板 每个时段都得在节拍上 颜色不同就会被发现没跟上进度 他是四十九年次的王庆华 对产线辽若执掌 二十三岁旧创业 如今做到世界第一 大概前面一两个月 几乎都没有订单了 客户会告诉我 好啊 你不错啊 那个有机会 我如果有需要我会跟你联络啊 好 那个时候傻傻的 就是客户要说要跟我联络 那我们就在家里等客户跟我们联络了 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去住过客户 也不会做生意 家中环境不好 他国中毕业就到工厂当学徒 认为人生想翻转只能创业 但是一路走来大小波折不断 有一个客户除夕夜的晚上十一点 这个打电话给我 说他有一个机器要出货 明天少一个零件 我可不可以了 明天帮他送去 我想这个除夕夜 那天我记得印象深刻 是冬天非常冷 半夜爬起来 在工厂把那个零件架工好 再麻烦再困难的案子 想尽办法使命力达 只是光靠努力不等于就能成功 2000年左右我们被倒账 有一个很大的主因是 我们做了很多产品 卖给客户 可是客户没有用那么多 一次被倒债的经验 庞大库存造成经营危机 让他决心改革 跟同行做出区别性 一般工具机业界 库存占营收的20%到30% 他反其道而行 库存量控制在1%以下 他下午要两个 我们就只做两个 那明天还要一个呢 我绝对不会今天去做三个 我是今天做两个 明天再做一个 所以我们叫做 我每天只生产客户要的东西 工作上落实紧密的流程管理 但是王庆华认为 企业成功 人才是关键 对人工的生活仪态管理 更是讲究 所以握杯子的时候 是要在杯子的 二分之一以下 你刚刚是这样握了 太靠近杯眼 客人会觉得不当卫生 从与人的应对进退 怎么端水 怎么定名片 窗帘应有的高低角度 甚至厕所的洗手台 也不能有水渍 培养同仁自动自发 做环境清洁 会议室墙壁更贴满 规范表语 对于同仁我们不是 我一直强调不是严谨 而是我们有很多事情是 经过经历之后 我们把它整理好以后 前面已经付出代价的 这些错误 避免再发生 对人工规矩滴水不漏 平均新进同仁一个月内 阵王律达到七成 但是王庆华强调 这只是应有的姿态 这个空间里面有摆什么东西 摆的位置在哪里 可以摆几个 都是有一个明确的规范 因为看看董事长 自己的办公室 就像个样品屋 一尘不染 摆设井然有序 眼以律己 期盼同仁也得如此 平常都是这样 你随时来都是这个样子 不会因为有谁来才会特别败行 不会这样 因为由小见大 对细节一丝不苟 要培养一群能打仗的员工 为公司长远发展做努力 营运走过三十多个年头 做工具机的附属零件 行销全世界 但雄心壮志还没完 我们未来应该会朝 比较名声用品 只要是材料相同 技术相同 设备相同 那人才相同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 那当然因为不同市场 所以就有不同的通路 不愿事业发展受主线 打算进军民生消费市场 工具机零件大王 要用独树一格的金石管理 破坏更远大的蓝图